有位老板在飞蛾山有个独立屋,七千尺房子,几万尺花园,留灵超过了五零年,救得还事员用成条电线掌掌吊着的灯淡,终于忍受不住,要拆射重建,这一重建,就花了一零年,还未见成,那天和他到铜锣湾富豪酒店食T,他说,都是地政署,什么什么署之类的政府机构,申请手续麻烦,时间又长, 现在我一家人分开租几间独立屋,霸住了些单位,如果政府的手续简化了,市场多返三间屋出来,减轻下供应压力咯,富豪重建独立屋手续多有好时,我有个朋友2007年沽出一只股票,赚几十亿元,花几亿元在石澳间了一间屋,找了诺曼来做设计,现在还未起好,就算专业有如李嘉诚,其深水湾大屋重建都起了七百年, 唯有在寿山川道建了三间大屋暂住,查2003年富豪0078欠水,这位老板为他包销了批股,批股价是零点三元,一批之后,楼价就开始急升,YS罗玉碎发到盆满撥满,不在话下,记得当时去了几次富豪酒店换, 又到机场酒店的总统套访开party,一闸眼就十几年过去了,仿余格势,最近的策略,是开始买入年价的世价股,等待机会,我已叫研究团队找出所有市值低, 但又有业务,不会被DQ的世价股,要主版,不要创业版,我估计数量不会太多,我认为,如果中线投资者舍股票,可能三年内有平均一至两倍的升幅, 记得我有朋友在2006年底,用这策略,每只股票买10万元,半年之后,竟然有10倍利润。